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新闻中很多孕妇排着长队等待做产权体检 有些人过去不信谣不传谣相信党相信美好生活最后以至于在封城期间在家断粮 没有吃的了是吧还有排队做核酸打起来的在超市抢购最后的凉油米面打成一锅粥的 种种乱象吧 那么理解中国的一切现象都要首先以政治层面的问题作为切入点 我们首先看到习近平为什么一定要搞一波又一波的运动 那么俗话说从康罗跳到米罗很容易 从米罗跳回康罗就不容易了 游简入奢意游奢反简难 这也是二月何庸城皇帝小说里面的一句话 不知道它可能是一句俗语吧 那么所以说既然是游简入奢意游奢反简难 那么习近平就一定要坚持搞政治运动 以让过惯了太平温饱生活的民众习惯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以备于将来的他的军管 他的开道车 他的回到毛时代 以及闭关锁国走北韩化的道路 这个一家王朝的道路 将来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号的北朝鲜 一个大号的北韩 那么既然要走这样的道车 它是一种历史的逆流 那么逆着历史潮流而动 它就要使用强管之力去狠命的斗人 实际上毛时代 它是由民国的底子走到共产专制 它也是一种逆流 那么走这种逆流必须要强管之力 使用国家机器作为暴力的中流砥柱去斗人 这是不得不这么做的 那么习近平作为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人 他习惯于或者说他对那个时代的许多政治运动 非常了解 深刻理解 或者说他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而收敛 或者说不再走那个时代的毛的许多政治政策 是因为他像他今天掌权了 那么受害者将不再是他和他的家族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一种轮回 那么他进行这一波又一波的运动 首先是让人们习惯于政治运动 以此代替这个经济建设 是吧 他另外一方面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现在经济搞不下去了 那么就像毛时代是吧 上一次文革一样 上一次文革之前中国一个拳头打美帝 一个拳头反苏修 和美苏都搞得很紧 和欧洲交恶和全世界为敌 在这种情况下他经济搞不下去了 城市的大学生失业 怎么办呢 共产党一旦搞不下经济的时候 他就将人民的对经济的失望 这种潜在爆发力释放到政治运动中 这样的话引导人民互相恶斗 统治者就安全了 他是这样一种思路 那么说上一次文革前是吧 他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上山下乡 把城市的多余大学毕业生 多余工厂的失业工人赶到农村去 军队把城市一围 是吧 为了保就像北韩的几次 平壤的几次像农村疏散一样 他军队一围保持他城市的安定 特别是保护他统治阶层的安全 那么城市里面只留 为他们统治阶级提供基本服务的人群 是吧 技工啊 教师啊 军人啊 这些基本服务人员 那么 他是一种经济搞不下去的一种政治运动 那么上次文革还包括 是吧 三番五番啦 等等 都是斗倒一批人 留下一批人 这种思路 那么将来中国经济搞不下去的时候 他一定会冲走这样的道路 那么 习近平现在搞的是一种演练 是吧 就是为了将来的军管 将来的北韩化 做的一种政治演练 共产党一贯如此 他在全国推行一波运动 一定是先在某些地区搞试点 然后再推向全国 一下子 一下子又刮到全国 他怕证据不完 各个击破是共产党的一项一贯策略 那么另外从经济层面上 他搞军管的本质原因 他搞这种运动式的封城运动式的强管制 根本原因 经济层面上的原因是他货币超发的态度 那么在打台湾或者说在冬奥会前 他要捂着经济泡沫的盖子不让它爆炸 他一定要做很多强管制 比如说一封城 你就不会再用你的钱去大批购买很多奢侈品 你就是等于是在家维持一个最基本生活 有点凉油米面在家闷着 那么他现在由于芯片进不来 很多技术进不来 很多产品他需要为了节省外汇 他要减少进口 而且除了减少进口还要保证军用 比如说石油 他要保证军队先用 就像北韩一样 他进口的石油先保证军用 老百姓你最好骑自行车出去才好了 他是这种思路 那么如果不封城 老百姓照常拿钱去买这些石油 这些设置品物资 这些芯片 那他一个是消耗大量外汇 再有他 你把物资买走了 都用作民用了 他们统治阶层或者 而且统治阶层和军队 很可能就减少了物资的储备 那他是一切是为了战争考量 为了战争做准备 是吧 囤积这些物资 那他管控民间 他一方面超发货币 那么这些又 另一方面维持这些经济的假象 另一方面 他希望超发的货币 不要让老百姓换成社会上实实在在的物资 那么最后他社会的物资就流向军用 流向他自己的同事阶层 是这么个思路 他是一种捂着经济盖子的行为 就如同他捂着这个房产泡沫 别别报啊 为起码撑到冬奥会 撑到打台湾为止 是这么一种思路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暂且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